哈喽,大家好,上次我们聊完了伊斯坦布尔,接下来我们的下一站就到了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奇亚,卡帕多奇亚其实是一个地区,并不是一座城市,那边最大的城市名字叫Kayseri,卡帕多奇亚大多数的景点都集中在两个小镇上,一个叫Gorame,还有一个叫Ushizar,Gorame相比之下要更加热闹一些,餐馆的选择也会多一些。 Ushizar那边有Pigeon Valley,还有网红的酒店,Museum,那边所有的景点都会有旅游大巴来到你的酒店门前去接你和送你,所以其实并不用太担心你住的地方会不会离网红景点,比如热气球住得太远。 第一点,住宿,在卡帕多奇亚的住宿我们更加推荐住在Gorame,因为那边餐馆的选择会更加多,然后本地的人流也更加多,所以感觉更加热闹一些。 Gorame有很多的洞穴酒店,推荐大家体验一下。 在booking.com上面搜索评分最高的酒店,基本上不会踩雷。 旺季的话,那几个网红酒店会非常的火爆,需要提前预定,也会很贵。 我们当时是6月底旺季去的,没有订网红的酒店,反而是订了一个评分比较高的普通酒店,名字叫做Aeriff Cave Hotel。 这个酒店在半山腰,距离山顶观景台很近。 其实上,我们的酒店是位于观景台景点售票亭的里面。 早上起来的时候,在酒店露台或者去山顶看热气球,view都超级的好。 我们住的洞穴房很有特点,但房间的设施比较一般,大概相当于国内三线城市如家的水平。 酒店老板人超级热心。 第二点,交通。 如果大家是从伊斯坦布尔去到郭尔美和卡普多奇的话,那么大概率会是坐飞机到K3机场。 那么从K3机场到郭尔美小镇,总共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 我们并不太建议在当地租车,因为当地开车的环境实在是非常的野蛮,而且很多山路,所以并不好开。 相对于自己租车,我们更加推荐的是直接跟酒店订接送的小巴。 当地旅游局管理得非常好,接送机的小巴,各种一日游的团,热气球等游玩项目,好像都有一个统一的内部预订平台。 所有的酒店都可以在里面帮你订,所以也不用担心酒店会订得更贵。 到了郭尔美之后,所有的游玩项目都会到酒店接送,所以也不用担心没有车会变得麻烦。 第三个攻略就是关于大家都非常期待的热气球了,相信去到卡普多奇的你们一定都非常期待乘坐一次那边的热气球。 那么如果你们的行程已经确定的话,我们的推荐是早一点订。 因为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,热气球被订走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。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订到那几家最有名的大公司。 当地旅游局对热气球公司管理得非常的好,每家公司都非常专业,而且管理也非常严格。 如果稍微风大一些,不适合飞行的时候,那么所有公司就都不能飞。 如果没能提前订到热气球,也可以在到达卡普多奇的前一天,多联系几家热气球公司,加入他们的waitlist。 大概率你是可以排到的。 我们当时就是在旺季,提前一天才联系的Royal Balloon。 当时我们的运气也算挺好,排waitlist当天就排到了。 那边的人沟通多用WhatsApp,在WhatsApp上面联系他们比打电话更加方便。 这里我会把Royal Balloon的WhatsApp号码放出来,这样方便大家日后可以联系。 热气球的飞行员还告诉我们,夏天的时候每个月大概二十几三十天都可以飞,但冬天的时候每个月只有二十几天左右可以飞热气球。 所以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尽量安排两到三天的行程在卡普多奇,以免遇到不能飞的天气,有余地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再飞。 第四就是其他游玩项目。 其实卡普多奇除了乘坐的热气球以外,还有非常非常多值得体验的游玩项目。 如果大家是夏天去到的话,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尝试一下他们的起码看落日的项目。 因为骑马看落日的项目其实和当地的ATV走的路线基本是差不多的,以及当地还有一个叫做红线的旅游项目,走的地方也都是差不多的,看到的风景非常的美。 卡普多奇的地貌基本都是戈壁和沙滩,所以骑ATV的话会搞得满身都是沙子。 而且ATV的团都是好多辆车一起出发,排成整齐的一队,没有办法随便的发挥。 稍微骑快一点也都会被领队赶紧的赶回去,所以乐趣少了很多。 骑马也是一队人一起走,但不会弄得一身灰。 领队小哥还会拿每个人的手机或者相机在骑马的路上给大家拍照。 这里特别推荐Moonlight Ranch,也就是我们骑马订的那家马场。 价格非常的合理,工作人员也特别的好。 我们是在WhatsApp上面订的,这里我们也会把他们的WhatsApp号码打在屏幕上。 除了骑马和ATV之外,当地传统的旅游项目还有红线和绿线一日游。 因为红线和骑马的项目路线基本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选择了绿线。 绿线基本上是一整天的徒步旅行,会到好几个景点,包括一些洞穴和地下城。 对于我们来讲,最有意思的是这天能认识不同的团友,来自不同的国家,不同的背景,不同的年龄,聚在一起玩一天,非常有意思。 那天的团散了之后,我们还跟当天认识的美国和印度团友一起相约吃了晚饭。 那最后一个攻略,我们想讲一讲当地的吃。 在Cappadocia有非常非常多的网红餐厅,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推荐和介绍了。 我们重点想要介绍的餐厅叫做Woodfire BBQ,是一间非常local,非常大的餐厅,价位也很合适。 很多网红餐馆需要预定才能吃到的菜,在这里都能吃到。 味道更好吃,而且价格也更便宜。 比如那个土罐炖羊肉,我们去了两次某家网红餐馆,都需要说提前预定才能吃到那个菜。 结果到了Woodfire BBQ,随时点随时给你做,而且价格只需要网红餐厅的一半。 这家特别推荐的一道菜叫Dana Sarma,羊尾油包着稀冷牛排烤的肉串,超级香。 以上五条就是我们这次在Cappadocia三天之行给大家总结出来的攻略。 希望大家能够觉得有用。 那么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,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吃的,好玩的,好趣的地方。